国际间最新消息要关注到乌尔战争 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说法 表示说德国点头要军援乌克兰 鲍尔主战坦克 根据报道德国总理肖兹 已经决定要派遣了至少一个连 也就是14辆的鲍尔A6战车 同时也允许波兰和其他国家跟进 而这项消息是在美国官员周二透露 拜登政府可能会提供乌克兰 美国制造的坦克之后才传出的 因为之前德国才表示说 除非美国同意派遣 M1爱布兰战车 才会派遣自家的主力战车 不过目前德国政府还有外交部 国防部都是拒绝回应 这项报道